现在有些地方动辄就要刷脸 就算是玩一把蚂蚁亚黑 有的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脸部信息会有所泄露 有的APP无形当中收集了很多的个人信息 有的餐厅还在包间里面装摄像头 那该怎么样去缓解人们的焦虑呢 我想到了在疫情防控期间 有的地方公布流调信息时 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那就是只提地点不提人 这秉持的原则就是最少够用 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方面 这个原则应该称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